哈喽我是Sheryl 关注我带你看最真实的加拿大 你看看今天天气很好啊 今天是加拿大时间的8月2号周一 可是今天是不需要上班的哦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Civic Holiday 也就是公民假日 是加拿大的法定假日哦 我本来今天没打算出门的 但是看到外面天气太好了 就来商场逛一逛吧 买衣服的视频呢 更新了很多逛商场的视频 我倒是很久没有更新了 很多朋友们说因为逛街才关注我的 朋友们你们去哪里了 最近都是留学的视频啊 但也要给大家换换口味 还有一些新关注的朋友 我的视频都是穿插着的哦 比如说今天留学 那明天就会是其他的 后天再是留学 你看看这上面好漂亮吧 加拿大的各大商场呢 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的这个顶部啊 都会是玻璃 让阳光可以直接的照射进来 会显得整一个商场特别的亮堂 我现在呢先来到了一个 大家很熟悉的店 Winners Winners的视频 我之前可是发过好多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呢我就只是来瞄几眼的 但没瞄中什么 大家觉得公共假日 国内跟加拿大的商场 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哟 哎可不可以看到我 哈喽 哎看到我了吗 我现在在德贝也就是 整一个北美最古老的商店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加拿大的百货公司 基本上每一个商场吧 都会有德贝在里面 那这个德贝的视频呢 我之前也发过了 今天也只是来六个大街 逛一逛而已 大家有没有觉得 哇加拿大真的是商场里面 感觉没有人呢 而且今天是公共假日哦 假日通常应该人山人海 你看空旷的不得了 这个呢又是 要是劳粪们应该知道吧 这个也是之前经常逛的 折价店 我还有存货没有发出来呢 但最近好像想看逛街的朋友们 嗯是不是少了点 你看这个Seven的牛仔裤 之前有朋友跟我说他很喜欢的 六十九块九毛七 原价两百六十九 现在还能再打额外七五折 四十五入不要钱啦 哪一位朋友来着 你看看好便宜 这边呢也是有这个 啊里维斯的牛仔裤 现在是三十九块九毛九 也是特别划算哦 还有这个也是里维斯的 三十九块九毛九 这家店的视频呢 之前发过 以后也会继续发 毕竟我每一次发逛街的视频 都很多朋友们喜欢 而且你们为什么喜欢呢 是觉得好像你们也在逛街吗 有朋友说是很简压 很治愈 还有朋友说 就是感觉自己也在逛街一样 那这家店呢 我也是来喵一喵而已 也是空空框框的 不过呢 他们的这个简价吧 简得差不多了 然后看右边 这个红色招牌 有人在派对 这家店叫做Tim Hortons 是加拿大的国民咖啡店哦 国内现在也很多城市都开了 不过国内跟加拿大的版本 可是差距特别大呢 底下这里呢 全部都是美食广场 它的四周都是店 然后中间是位子 这家店是买巧克力的 这边就是刚刚看到的 The Bay的楼上 它是两层的 然后这里呢 有一家好出名的面包店呢 这家面包店感觉好像 有点高大上对不对 走近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名字叫什么 你们会觉得很神奇的 而且这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哟 它叫做新之美面包店 直接写的就是中文的哟 有没有懂的朋友可以告诉我 这家店是不是中国人开的呀 中国人老板 反正我觉得他们这个店 面包都挺好吃的 还有蛋糕 加拿大的商场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 跟国内很不一样的点 就是它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 但是层数很少 你看那个是Lululemon 专门卖瑜伽库 但是巨贵巨贵的瑜伽库 这边是斯福兰 然后它地下呢 会有标识告诉你 你只能往这边走 对面是双利人 还有MK 这边是Coach店 感觉都没人呢 H&M 它这个口没开 它并不是关门了 它是楼下这个口 然后对面苹果店 苹果店倒是一如既往的很多人呢 不过现在都要预约了 Zara Zara的话也是里面好像还挺多人的 大家最近想要看一些什么呀 我最近发了好多留学呦 有没有喜欢看逛街的 逛超市的 房子的视频都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我好知道要发什么呦 想知道更多真实的加拿大 记得赶紧点点关注 点点赞咯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